所以在這邊嚴重建議 提到星巴克的話 請馬上去拿神奇道具 然後去佔領XX的露天座位 再來一定要記得走過來 去欣賞那個由上往下看的 阿芬之星晴天霹靂大黃柱 推嬰兒車來的話建議 一定要前往XXX或者是XX的座位 會比較方便一點 大家好我是馬悠基 今天要帶大家來去 位在中路黑的一家 很酷很酷的星巴克 名字叫做 因為名字太難了 所以我們都叫他 首先想辦法把自己弄到中路黑車站 因為車站不算大 一下車之後只會看到兩個出口 往寫著正面改札的出口前進就可以了 然後移出出口之後 你就會看到一個長著屋頂的大型斑馬線 到這邊要先講一個小重點 出口移出來馬上挖苦挖苦的轉一個聲的話 你就會看到一排挖苦挖苦的植物櫃 為什麼說他挖苦挖苦是因為 植物櫃的大小完全可以容納一隻馬油機進去 把馬油機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準備前往那個傳說中的挖苦挖苦星巴克了 馬油機推薦的路線是 一出車站之後先往前走 然後在河堤旁邊左轉之後 再一路挖苦挖苦的前往星巴克會比較好 因為這條路不僅走起來很舒服 路上還會碰到一些很斯文又很美味的商家店鋪 甚至還會遇到一家到處都是分店的唐基科德 然後唐基科德的前面再走幾步路 我們就到達目的地了 大家要記得店門口會長這個樣子 手需要插進木頭裡才能把門打開 各位一定要像馬油機一樣 充滿精神與肌肉的方式去打開 肌肉不夠的話 手可能會被自己拉斷 各位進來後請不要學馬油機在那邊拍東拍西 一定要來一個漂亮的轉身 去找到這個靠在窗邊的回收櫃台 因為這邊有一個可以幫助你佔領位置的神奇道具 你只需要挖苦挖苦的把它擺在桌上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邊嚴重建議 一到星巴克的話請馬上去拿神奇道具 然後去佔領三樓外面的露天座位 下雨天的話也不用擔心 靠窗戶的那台有屋頂幫你遮雨 而且下雨天的話氣氛會更浪漫 並且會很濕情畫意 再來位置站好之後就可以挖苦挖苦的去排隊點餐了 要記得排隊的隊伍是繞著櫃台的圓弧形 然後點餐櫃台會出現在這裡 在這邊又有一個嚴重建議 你在點餐的時候一定會遇到一堆看不懂的外星文字 直接建議拍照之後再拿給櫃台點餐的話會來的方便一點 這次馬油雞在這邊點了 其他家星巴克都沒有的鋼谷咖啡三兄弟 它會有五種沖泡方式 直接指給店員看你要哪一種就可以了 結帳完後領一個會尖叫加震動的機器 然後等待的時間你可以去旁邊的櫃台挖苦挖苦的倒一杯水來喝 或者是走到中間欣賞那個由下往上看的阿芬之星 晴天霹靂大黃柱 大黃柱看完之後它就會叫你過來 挖苦挖苦的欣賞 你剛剛點的鋼谷咖啡三兄弟是怎麼被沖泡出來的 然後就可以拿餐點前往剛剛佔領的位置 開始挖苦挖苦的享用了 建議用過的杯子 不要混到其他咖啡兄弟來喝 不然你的味覺會產生幻覺 然後就可以開始挖苦挖苦的 享受你剛剛用相片買來的大麵包 再喝上一口三兄弟的精髓 以下是馬油雞對三兄弟的感想 吃飽之後 我們一起來欣賞挖苦挖苦星巴克的內部 一樓主要是賣一些咖啡 還有一些夾東西進去的麵包三明治 走到後面的櫃台還會看到 有挖苦挖苦的披薩可以吃 一樓走到二樓的中間 會遇到一整面 密集恐懼症的咖啡杯產品 然後走上來的話 會看到一些絲絲聞聞挖苦挖苦的販賣品 還有一些絲絲聞聞挖苦挖苦的茶葉 如果你在茶葉面前站太久的話 店員就會賞你一杯 挖苦挖苦的茶來試喝 然後你就會發現 二樓是賣一些小甜點還有茶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 櫃台旁邊有一個小風景區 可以偷窺一樓喝咖啡的人的樣子 然後走到後面一點 還會看到一整面的 挖苦挖苦茶包裝的打卡牆壁 二樓前往三樓的中間 會遇到一整面的 好像廟裡拜拜的那個光明燈 這時候只需要拿起 港湖山兄弟的三張紙 前程的拍照打卡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看看三樓都有些什麼東西 三樓不只有室外的座位 還有挖苦挖苦寬敞的室內座位 然後看到三樓的霸台型點菜櫃台 應該不難想像這裡是買醉的地方 旁邊還有一些可以陪你一起醉的小麵包們 三樓到四樓中間的牆壁 就是一個陣陣長長的牆壁 只是它有點綠 然後你會發現 四樓也有濕情畫衣 挖苦挖苦的室外座位 而且屋頂離你更近 下雨天的話會很有安全感 室內的話不僅有霸台的座位 還有那個可以跟陌生人 挖苦挖苦面對面喝咖啡的座位 再來一定要記得走過來 去欣賞那個由上往下看的 阿芬之心晴天霹靂大黃柱 最後在你要走之前 請記得找到這個每層都有的回收櫃台 充滿挖苦挖苦的心情 把自己的餐具收拾乾淨 挖苦挖苦先巴克就功德圓滿了 再來我們說一下其他的注意事項 如果你有帶小孩子過來 這邊有很挖苦挖苦的嬰兒座椅 然後大門口一進來 頭也不回的往右前方一直走 然後在深處拐一個彎的話 就會看到一個可以把嬰兒車扛上樓的電梯 推嬰兒車來的話建議 一定要前往三樓或者是四樓的座位 會比較方便一點 今天的挖苦挖苦星巴克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請一定要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